他是整個被夾在裡面,真的是很難拖出來,差一點我們都要放棄了 因為我們是前後兩個門都打開想辦法,他整個人都夾在那邊 後來最後幸好還是有拖出來 他又翻昏迷的狀態了,已經是恍生了 也不確定,是後來給他放在人性島上 他還有在呼吸,後來想說那應該是,還是沒事 可是他右手就很明顯,不知道是骨折還是怎樣 因為他那個手看起來就不符合人體工學 因為我們跟他隔著一個門,然後他就 我們就無人聽他啵一聲很大聲 然後你就啃出去,然後他車子已經裝了 然後一下子就起火了 我們剛好我們工人有五六個人,兩三個去拿滅火器 然後另外兩三個跟一個路人去把那個駕駛那個人拖出來 硬拖出來,那時候已經很大的火了 硬拖的 那時候拖出來,有看到駕駛狀況又怎麼樣嗎 那他是身上有被夾住嗎,還是怎麼樣 他是整個被夾在裡面,真的是很難拖出來好不好 差一點我們都要放棄了 因為我們是前後兩個門都打開,想辦法 他整個人都夾在那邊 後來最後幸好還是有拖出來 嗯,駕駛那時候揍出來的狀態大概怎麼樣 他又翻昏迷的狀態了,已經是恍生了 他也不確定那個啊,是後來給他放在人性道上 就是他還有帶呼吸,我當然想說那應該是還沒事 可是他右手就很明顯就不知道是骨折還是怎樣 因為他那個手就看起來就不符合人體工學 那時候現場是不是有看到小朋友,他大概是有沒有受到驚嚇 小朋友是自己從那個副駕駛下來的 小朋友是很清醒的,是大家都在忙著打的 有看到說那個車輛大概是怎麼開的嗎? 就怎麼會突然撞上? 沒有看到,因為我們的角度是看不到那個的 我們的角度是我們看到的時候他已經撞了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酒駕,可是拖他下來 包括在人性道上拿彈給他遮陽的時候 他身上就完全沒有捲位 然後我想請問,大家應該 依你們的消息應該沒有很嚴重吧 就是目前好像是在救治當中 但是就是應該是臉部撞到還有右手太久